歡迎回到財經晚報政治火線 我們今天要來看韓國瑜跟他的牌咖 王小姐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會金援一個人600萬 這麼多的錢來買房子 那我們另外一邊呢 還要來看的 就是國民黨內歧視女性連環報 吳敦毅通報蔡總統是隨便雜報 這樣的爭議言論真的適當嗎 支持者會不會流失呢 那我們先來談一下這個600萬的金援風暴 觀眾們我們一起來想想看 如果一起打麻將的好朋友 要跟你借600萬 你會借嗎 尤其選前現在倒數24天 對於韓國瑜來說 真的是出現一顆震撼蛋吧 對於選民來說也是相當的驚訝 因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 被週刊踢爆 拿了600萬來借給他的牌友 王小姐買房子 那這個好朋友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兩個人交情到底有多好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一下韓辦怎麼講 但其中大家想知道 新的最新的就是這個金額的部分 買房子的金錢 那麼候選人也很明確的說明兩點 他的聲明的第一點就是說 的確所以600萬元是單純在財務往來上面的 投資合作曾經有過的一個財務商業的行為 非常的單純 沒有任何的其他的疑慮或者可能性 那麼第二點呢 其實他從參選以來對於所有相關的人 不管是遠親夫略家親戚朋友 甚至連不相干多年前的朋友都可能因此被影響涉入 甚至被影射被抹黑被抹黃 他感到其實非常的遺憾跟抱歉 一場選舉打到現在 又是抹黑又是抹黃又是抹紅 到底夠了沒 好可以看到韓辦說 這個韓國瑜金元600萬給王小姐 其實呢就是平常牌友之間的借貸關係 那這個關係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關係圖 當時啊就是韓國瑜想要投資嘛 想要投資這個LED產業 但是他發現他資金缺了600萬 於是他就想到可以跟他的牌咖王小姐來借錢 但是這個王小姐啊 他的現金不足 所以怎麼辦 可是還是要借給韓國瑜錢啊 於是他就繼續找他的姐姐 王小姐的姐姐有600萬 於是他就請他的姐姐借給韓國瑜600萬投資啦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這樣藍色的線圖呢 就是韓國瑜借錢的過程 他先找了王小姐借 但是他沒有 所以王小姐只好找他的親姐姐幫忙 來借出這筆錢 好 那後來到了2013年的時候 王小姐他想要自己買房子了 那缺少資金600萬 他就想起來之前有跟韓國瑜借過錢啊 所以啊要找這個韓國瑜來還錢了 所以韓國瑜在這個2013年呢 就把600萬還給他的姐姐了 好 還了之後呢 王小姐的姐姐就把這一筆600萬的現金呢 會進他妹妹的那個買房專戶裡頭 也因此王小姐才有錢可以在新莊買房子 那這樣子的借貸關係圖講完之後 我們還是有一點好奇其中一些疑點 包括什麼呢 好 我們不管韓國瑜這個600萬到底是想要做什麼 那只是平常的牌友就可以借600萬元這麼多嗎 我們想一下我們一般跟朋友們借錢的時候 如果是借6000塊 那你們互相信任的話也沒關係 這筆錢如果沒有回來 那我就好朋友就算了嘛 那這個月我就省一點好了 好 那如果是要跟你借6萬塊呢 6萬塊你就會想說 啊 要借好朋友6萬塊 那可能我之後幾個月有沒有出國的行程 或是有一些想要買奢侈品的慾望 可能都要降低 那這個出國完的行程也要取消 才有辦法借好朋友6萬塊 好 那如果是借60萬呢 借60萬的話 這個家人可能就會有點擔心了吧 是不是要跟家人一起討論一下 想說這個60萬借出去是借給誰 那他有辦法還嗎 好 可能家庭都要開一些會議來討論了 可是借到600萬的時候 是不是內心真的會卡住了呢 因為這筆錢真的升得出來嗎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點 王小姐跟韓國瑜只是牌友的關係而已 但是竟然感情這麼好 好到互相信任 對最好的朋友也要極盡所能的 借出這個600萬給韓國瑜 難道是因為急用嗎 可是其實韓國瑜只是為了要投資LED產業 一般人真的會為了朋友投資 那還去跟姐姐來借錢嗎 好 如果借了600萬 那有沒有借據呢 或者是說有沒有抵押品呢 難道這個600萬都不需要利息嗎 如果沒有抵押品 也沒有借據 甚至沒有利息 只能說這個韓國瑜跟王小姐之間的關係 是好到非比尋常的 好 那其實韓國瑜現在 不只是因為這個金元600萬給王小姐 也產生一些問題想要被大家放大檢視 國民黨內其實這個黨主席 武敦好像也衝康了韓國瑜一樣 因為講出了不該說的話 那這個話是什麼呢 其實也是每一位觀眾都有可能遇到的事情 那就是性別歧視 而這些性別歧視就是在無形之中 在我們身邊這樣蔓延開來 尤其國民黨主席昨天他一句隨位雜貨 形容總統蔡英文 真的是引起非常多的反彈聲浪 他怎麼講 他說像蔡英文總統這種隨位雜貨 這麼衰的人做枕筒 一定要讓他來下台 那其實這件事情 蔡英文總統也馬上發臉書來反擊 他說國民黨內其實真的有非常多人 都對女性講出這種不友善的言論 包括韓國瑜講說 成熟的女人就像一碗湯要趕快喝掉 那之前武敦義也有講過說 這個肥滋滋的母豬在指的就是陳菊 好那還有這個張善政總統的搭檔 張善政總統候選人搭檔 張善政他也有說過 批評蔡英文總統不懂民心 那就是說蔡英文因為沒生過小孩 所以不懂父母心 那還有最近就是謝龍介講到這個拉票 說女人幫忙拉票 不只可以拉到客廳還可以拉到房間 蔡總統就非常的生氣 他說他這一次真的不忍了 那也沒辦法支持這樣子的黨 希望不願意再看到這樣的負面文化 也唾棄這樣子的國民黨 那面對這樣子的情形呢 其實今天蔡英文的副手賴清德 也有出面回應 我們看一下畫面 夭壽棍喔 已經幾十年 不在出分析案 蔡英文的這歲月女兒 這樣幾年五月一間 再來英雄一間 再來台南一間 像這麼衰的人做總統 愛好累啦對不對 國民黨他們現在的文化 他們的氛圍就是 就是講一些五四三的 好像有一句話不是嗎 就是把肉馬當有趣 或是他們現在是 他們是把歧視當有趣 結果你在競選的時候 就是講一些歧視女性的話 這非常不應該 包括這個韓國瑜本人 而且還有那個吳主席 或是謝龍謝 這個都很糟糕 我覺得他們一個比一個糟糕 可能也因為選情 應該沒有如韓國瑜所說的那個樣子 就是說好像說他們未來一定會贏 也沒有像謝龍謝所講的說 韓國瑜最後一定會贏90萬票以上 這個都不是事實 好 不只是賴清德 民進黨的立委管碧琳也有跳出來罵 那他是在臉書上面發文 就說這個吳敦毅口中的隨味雜貌 還有一些言論都是傳統的台灣戲劇 廣播劇 因為一些性別歧視的文化 常常看到的劇情 這個劇情是什麼 就是把家族的厄運 當成是媳婦帶來的 他還說像是有的時候就會說 媳婦或是克服命等等的這些言論 就是要把女人跟探倒霉的運氣 作為連結 作為歧視 那這時候劇中的女人就會很無辜 常常要承擔這些不屬於他的污名 所以他就批評吳敦毅 這已經是舊時代的文化 那還說吳敦毅蔣蔡總統 這種屬於被雜貌的話 算起來吳敦毅已經退化了50年 那這個台灣的女性平良心講 一路走來真的承受太多了 很多性貧意識真的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 面對排山倒海的這些聲浪還有呼籲 國民黨團也是發出了聲明稿 今天國民黨發出了聲明稿 他就說其實根本不是大家這樣 他是綠營 是刻意挑起性別爭議的言論 他們就說如果蔡英文總統 真的這麼重視女性的權益的話 應該要重視台灣女性同胞 遭日本逼為未安撫的這件事情 那他們還說 其實蔡總統是在刻意挑起性別爭議 這起事件是為了要謀取 選舉利益 還希望全民要跟國民黨 一起來看清楚 但是這種聲明對國民黨而言 對選民而言真的夠嗎 因為國民黨真的有太多 歧視女性的前科了 黨內人士常常出現 歧視女性的言論 好像一種症狀一樣 一個人說過 就越來越多人會講 就很像一種病症 會傳染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 其實不只是吳敦義 韓國瑜 謝龍介 還有張善政都說過 張善政之前就有說蔡英文 沒生小孩 所以不懂父母心 好 那韓國瑜則是說 他說的其實很多 那我們這邊先看到的 是他說這個蔡賴沛啊 就像 就像潘金蓮跟武大郎一樣 就是頭騎腳不騎的狀況 好 那再來呢 還有吳敦義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他就是認為蔡總統 把國接壓帶的有夠衰 真的是一個衰尾總統 好那謝龍介呢 最新就是說了 他在幫柯志恩站台的時候 說女人拉票 可以拉到客廳 也可以拉到房間 這樣這種話適當嗎 說女人可以把人拉到客廳 甚至還能拉到房間 站在一旁的柯志恩 感覺是有一點尷尬的 我們看一下畫面 好可以看到柯志恩剛才那個表情 其實笑得有一點尷尬啦 那其實國民黨這些人 其實真的也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有這麼多歧視女性的言論 那柯志恩他站在旁邊 他身為女性 可能也自己知道 這些話聽起來不妥不妥 但是當下的場合 其實有很多支持者 跟著謝龍介一起戰身 所以他沒有辦法直接反駁 現在吳敦義 張善政 謝龍介接連失言的狀況 難道是嫌票太多嗎 還有韓國瑜之前也有講過 許多笑話其實帶有一點歧視性的言論 包括說男人的生命是下半 女人的生命是上半 還有說男孩子說話 這個戰衛兵可以佔兩個小時 但是女孩子佔了兩個小時就受不了 不過女生在梳妝台上可以化妝兩個小時 手也不會痠 換到是男生 手可能會斷掉 那這個時候台下的民眾 其實都是跟著韓國瑜一起起哄的 但是總統候選人展開這個接地氣的同時 這樣子真的很好笑嗎 如果這樣說的是自己的媽媽 或者是說自己的女兒 或者是被外人攻擊你的女兒 或者是媽媽是隨為雜播 這樣子你還真的笑著出來嗎 我是真的笑不出來 那今天笑不出來的可能還有這一位 這一位是誰 這一位就是這一張照片的作者 他是二號雲的作者 現在這張照片在韓粉的社群之間瘋傳 因為總統府上面出現一個二號雲 韓粉就覺得說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預兆吧 預兆韓國瑜要前進總統府 但是這個照片被瘋傳之後 作者非常的生氣 因為他說這個照片主要是十年前的照片 當時是馬政府的時代 時空背景根本就不一樣 結果被韓粉這樣子聯想 讓原作者是非常生氣 因為照片不只被盜用了 甚至還被竄改 改上寫上一些字等等的 那甚至這個作者 還被扣上一個政治立場的帽子 那他也透露目前已經跟律師討論了 不排除之後再有轉傳盜用的情形 就要提出告訴 但其實韓國瑜的粉絲相信這種預兆 這種祥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這個是愛河上面 有魚就是跳出來跳到上面的 這個是什麼 就是月初的時候 韓國瑜回高雄 結果魚就這樣跳上岸 在岸上面這樣跳啊跳 那就有人說這個是天有意象 韓國瑜市長回高雄 愛河的徒子徒孫 紛紛搶著上來要一堵熔岩 來迎接韓國瑜 那這個消息一直傳一直傳啊 環保局就出面澄清啊 也強調這些魚會跳上來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中看到的這些魚 其實是聚光型的魚種 那看到燈光受到驚嚇 就會跳出水面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環保局也都沒有接獲 民眾通報愛河沿岸 有死魚或是有魚跳出來 而且這每天都有船隻去巡視愛河 也都沒有看到有魚跳出來的景象 因此就發聲明啊 這個網路傳說愛河的魚跳上岸 要迎接韓國瑜是假消息 那誤傳假消息的還有今年2月 天空出現了這個像羽毛一樣的雲朵 就被網友說是鳳凰展翅 那接著就有媒體報導 有這樣的雲朵 是因為禿子 漢子 燕子 合體 才會出現的異象 那這樣子的報導出來之後 支持者當然是很開心嘛 因為三個市長就聯合站台啊 整個選舉的氣勢非常好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報導 其實已經違反了事實查證的原則 也因此啊 那家媒體被NCC開罰了100萬元 那我們這邊就不禁要想問啊 難道韓國瑜的支持者 信心是潰散了嗎 還是只能靠這些翔照來凝聚上心力呢 尤其這些年啊 很多這個乍看之下的翔照 其實都是誤傳嘛 包括我們看到這些例子 二號雲 還有這個魚跳出水面 還有這個鳳凰展翅的雲朵 也都是誤傳嘛 那甚至還會有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也就是這張照片喔 這個當事人都說要告了 它的上面的名字的logo 甚至原本還印在上面 都沒有被消除 也印在上面 韓粉就直接這樣子拿起來用 所以他真的很生氣 可能會有法律的問題啊 所以這個選舉啊 是不是不能這樣子誤信這麼多的謠言 那其實應該要回歸到選舉本身 候選人本身 是不是應該要檢視他的行為舉止 還有這個候選人給選民的承諾 是不是值得信任 以及他拋出來的政見能不能執行呢 就在今天晚上啊 總統候選人的第一場政見發表會 就要登場了 韓國瑜能夠藉此找回支持者對他的信心嗎 那可能在言行上要多加注意喔 最近韓國瑜為了抨擊對手陣營 竟然批評去年的對手 新政院副院長陳其邁選舉前的承諾 他說陳其邁選後不認帳 那這句話讓民眾非常的傻眼 想說到底誰才是高雄市長 陳其邁副院長 而且很多地方在選舉前所做的承諾 選完之後完全不認帳 高雄人已經看清楚了 最明顯的是什麼 林園捷運 Patreon選高雄市長對手陳其邁選後不對線政見 韓國瑜講得一分填膺 但民眾聽得不撒撒 他本人要對選什麼啊 我不太明白耶 有什麼好這樣說的 因為他沒有選上 就是就不是他的事情啊 選輸的人當然不用付啊 因為他又沒有贏 國瑜認為選前蔡英文跟陳其邁說要幫林圓人 蓋一條捷運 選後就不管林圓人 開空投支票太多 民眾傻眼 到底誰才是高雄市長 陳其邁選輸要兌現承諾 他當時的政見 可是他又不是市長 很扯啊 很扯啊 怎麼說 沒有選上他怎麼去兌現這東西 他也沒有這些權利啊 難道韓國瑜指的是中央卡林圓捷運 但高潔這麼說 我們在11月底的時候 那市府這邊有正式寒送到交通部去做一個審查 那我們瞭解交通部目前正在審查當中 目前有卡你們嗎 目前的這個部分的話是 他整個因為審查意境還沒有來 那我們是也跟中央這邊都是密切的 再做一個配合 正常程序蓋一條捷運得先是否可行性評估 送交通部過關再到國發會 即使過了還要還評 整個過程約五年 高雄市府十月才送可行性評估 目前交通部正在審 連捷運局都估計這個階段得花兩年 韓國瑜把正在進行的林圓捷運算到陳其邁頭上 讓大家誤以為陳其邁卡韓 但邏輯錯誤反倒引發民眾狂酸 東森新聞 蔡英文 戴萱在高雄報導 刺激在升下